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丛丛 丛丛今天呢给大家做几盘这个孙权主攻局的录像 嗯 孙权主攻局吧 因为他这个主攻是标凤包的一个主流主 大家打的特别多 关于孙权主攻局的这个思路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嗯 大家都已经清晰思路 反贼就是一门心思推主 除非场上有鲁肃这样的嘲讽忠臣 既能撸牌又能这个耗施 还能这个出头救援 这种忠臣必须做掉啊 还有就是说场上有这个这个貂蝉这样的钟 位置很好的这种貂蝉 貂蝉每回合离间稳定调泄 毕越多扎牌可能会给主攻出头出屋屑 这两个忠臣可能是反贼必须要做掉的 其他的一些忠臣呢 嗯 即使特别嘲讽 即使是输出武将 但是不一定能给孙权拉到嘲讽啊 因为很难找得到比孙权更嘲讽的这个武将 无论是首牌还是他的这个血线 嗯 所以呢 这个孙权主攻局就是反贼的思路 就是说打速推 选那种暴将 你哪怕拿自己的四血搏孙权的两血 你死了没关系啊 你队友跟上去 啊 这个最后把孙权灭掉 那么孙权主攻局这个忠臣 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选输出 首选输出 其次就是要有嘲讽 最好是既能输出又带有嘲讽的武将 其实这个并不矛盾啊 有输出的武将他必然很嘲讽 这个武将凭什么嘲讽 是因为他的能力非常的强 好了 我们不说都 呃 我们不说废话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录像 下面是广告时间 大家都知道啊 一一对战平台的这个金戈铁马的游戏 使无一时超爽的干克与团战 在原有的国风画面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写实元素 配超给力的英雄配音 让大家切身体验三国乱世 详情呢 请大家点击我视频信息里的游戏剪辑的链接 领取礼包可以参与一下游戏的体验 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录像啊 啊 这是八号位的反贼 嗯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八号位的反贼呢 我的选将理念呢 一直是这样啊 最合适的位置啊 就是最合理的选将是在最合适的位置 根据身份选一个合理的武将 那么这个位置你选袁绍 跟孙权的节奏很不搭 人家特别怕速推 一轮可能就被打到一血两血了 你这个袁绍就是一个非常反的一个脸 在孙权局选出来会被盲居的 这个小关张会被盲居 祝容会被盲居 那么唯一一个没有身份信仰性的人呢 就是说佐慈 还有就是奶妈 奶妈三血的嘛 这个在八号位置啊 大家夸啊 过一轮 应该会找得到床位睡一笑的 就是佐慈跟奶妈比较好 这里边我选择了佐慈 因为我选奶妈的话 嗯 一个是怕险面跳出身份 我被乐 再一个就是说佐慈可以慢慢化身啊 好 咱们选一下佐慈 嗯 然后本局比赛呢 这个场上有很多神将啊 咱们说一说这些神将的出牌 说一说孙权主工具 你该以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选将 来进行这个出牌 我的这个化身啊 给了我一个黄月鹰跟诸葛 那我个人觉得啊 佐慈有一个老诸葛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技能了 回合内观星 回合外的空城 就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换句话说啊 老诸葛就很强 可能就不需要再卖什么其他化身了 我们这里边不能暴露 我有老诸葛的观星啊 我们装傻逼 挂一个黄月鹰的 这种神经病型的武将啊 大脑残黄月鹰嘛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邓爱呢 是直接这个忙剧鲁塑 孙权局这个邓爱当中坑了点啊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内的 再一个大家看场上 邓爱张和有个内奸 这奶妈不适合当内啊 不练师啊 流血鲁塑 不太适合当内 然后再说我是内奥 所以他俩有个内奸 那既然当然跳中 流血鲁塑内 大师被兵中了 什么也没有做啊 什么也没有做 就是过了 嗯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就是说鲁塑他过了 你可以说他是中 也可以说他是反 对吧 他可是个耸逼反 不敢录孙权的牌 也不知道换给谁 那么如果呢 你说他是中的话 这个也可以啊 他不跳 反正没有人打 鲁塑没有跳出身份 没有人打 然后只有流血 这里边跳反贼 流血也不敢打鲁塑啊 只能乐主攻 跳个反 然后杀一道不练师 不敢杀鲁塑啊 鲁塑血很宝贵 一旦是反贼怎么办 总之鲁塑是没有 跳出身份 我们就看一下啊 这场比赛 适合当忠诚的人 鲁塑流血不练师 没有了 没有了啊 张和无国泰 在孙权主攻局啊 这就是明晃晃的大反贼 不练师也很寂寞啊 没办法录牌 只能把这个 向反的无国泰的牌 录给这个流血了 然后多过了一个顺手 张和这里边就是说 透明的 不能偷灯爱 怕疼田 偷了主攻跟不练师的牌 然后录的是这个 加一马 特反 好 我们看一下无国泰啊 好 他这里边九杀张和 张和没闪的概率 会比较小吧 毕竟调整过手牌啊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寂寞的无国泰 就这里边啊 你这个 八卦撸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无国泰跳钟啊 这就是一个大脑残 对吧 你 作为孙权主攻局 这个忠诚 我会跟大家说 灯爱室内奸啊 罗素是反贼 你作为孙权主攻局的忠诚 我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不能选无国泰当忠诚啊 为什么不能选无国泰当忠诚 首先孙权要的是一个嘲讽 叔叔武将 无国泰你是一个什么 你是一个卖血流的武将 如果你不卖血 你就是个白板 对吧 你的这个甘露是不能发动的 好 你能发动 你就这么换 你把人家的 你给张和换八卦 就说起一个距离 简单 还是破这个八卦 更简单 我觉得起一个距离 要简单的多 你为什么要给他录八卦呢 对不对 一个是说你本身有距离 再一个说呢 这个不练师是不怕打的 孙权的忠诚就要给他拉嘲讽 你给不练师录个家一马 做什么呢 好 然后咱们不说他换牌的问题啊 就说你首先你要发动你的甘露 你必须得掉血 所以你就是个白板 对吧 无国泰号称白板 回合内出一张沙 能出得起一张沙就很不错了 然后没有嘲讽 谁但能打他卖血吗 只有脑残的人才会去打 那个对方的这个无国泰啊 给他卖血发动技能 除非就是决定一轮秒他 如果不一轮秒了无国泰的话 没有人会给他打他发动技能的 就说你给孙权 是拉不到任何一点嘲讽的 好 你说我能救援 是个无国的都能救援啊 你无国泰给孙权当中 你都不是孙策给孙权当中呢 四血能拿四排 孙策也没有人打 拉不到嘲讽 我四手牌嘛 对吧 姜多扎牌 我摸到桃的概率可比无国泰大多了 好 无国泰说我能补义 那么我就想问你 孙权 他有装备不挂出来吗 有锦囊不用吗 留在手里当桃子补义 你主公他妈的都一血了 等你补义 主公早死了啊 所以就是他根本不设当中臣 这里边不连识 录无国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鲁肃跳不出来身份 邓爱跳钟 那么他录一个很像反贼的无国泰 没有问题啊 好 这里边我的作词 没有什么身份倾向性 这里边大家找得到 跳了钟的和跳了反的 互相打一番 咱们不管啊 咱们跳过这段 我们就看我们的 这里边咱们选择这个 因为有一个过拆嘛 我就选择不要关心了啊 对吧 他的乐四分之一该留盘红桃 咱们不关心 因为我想多过一个牌啊 咱们把这个慈雄双五剑给拆掉 最明的这个东西啊 不管他的家印码 谁打不练识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杀一道孙权 这里边我就兵无过太了 因为我知道鲁肃是反贼啊 孙权乐过了四张手牌 鲁肃是可以撸的 咱们这里扔了藤甲 然后继续挂黄远鹰啊 主攻有无蟹 大家看一下吧 无蟹这种宝贵的牌啊 就这个时候 这个乐不思索 我们大家在这里拼几无蟹来了 国泰还有张无蟹 我们打反无蟹啊 多抓张牌 孙权乐没有过 好 这时候就是身份很明显了啊 灯爱这时候也应该看出来了 好 去拆无国泰的冰凉 这个白板 你拆不拆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这个AOE开起来啊 孙权手滑 给刘蟹打无戏了啊 活胎正好慢一些 我们这里边出杀 不卖化身啊 我们有老诸葛了 有了老诸葛 哎呀 夫复何求啊 够了啊 够用了 然后这边我跟大家说啊 大师这个撸牌啊 就是身份是非常明显的 刘蟹是反贼 那么待会呢 刘蟹应该是正常来说啊 他应该是把所有的牌给张和 因为张和有八卦 是不怕 相对来说不怕拼点的 也把自己的四张牌给张和 去拼孙权最后一张牌 呃 保证 一个是说拼掉孙权最后一张手牌 再一个让孙权尽量的掉一些 就是说让孙权变成四血 呃 这样的话呢 张和 以后谁要杀刘蟹的话 天命的话 孙权就不刷牌了 不然如果你让孙权无血呆着 那么比如说不练师杀张和 或者吴国泰 呃 不练师杀刘蟹 或吴国泰杀刘蟹 这个孙权都要天命刷牌的 所以这里边这个大师是 路牌是绝对是有问题的 人家被乐了 你就让他被乐了呗 管他做什么呀 我们要 我们的目标就是主攻 打不练师没什么意义啊 你都已经乐上他了 好 然后这里边刘蟹把手牌给了 拼不练师 只能拼不练师了 不练师这个乐 还添过了 君子月虚 万邦之瓶 这里边就是 因为吴国泰是被乐的状态啊 你这个路牌可以录给邓爱吗 一旦录到张和一个桃子什么的 这个邓爱是 可以拿得住的啊 好 这样乐就都过了 还是加一马 你能谁都无所谓了啊 我们这里边就是 嗯 牌还比较好啊 有个铁锁 我手里边本来已经有一个属性杀了啊 咱们就 把 就不要这个属性杀啊 拖下去啊 不能给孙权属性杀 给他一杀一闪呗 待会让他自己制衡去 不对 我想多过一张牌啊 开屋中多过一张牌 杀闪自己拿了 不给他属性杀就好啊 然后我们脸上邓爱 坑内间一起啊 不打白不打 咱们这里边属性杀孙权 没杀 然后就过了 嗯 然后就过了 挂空城嘛 然后出闪 对不对 孙权这样的话 他没有牌啊 他的牌不是鲁素给他撸走的 他本来就没有牌 他没有补牌的钟 不练师被乐 要不然这个不练师跟张和的位置挺关键的啊 张和在不练师后边 录尾孙权张和看那牌是什么 好牌就偷 烂牌就不偷了 然后这样大师这里面 决斗不练师也没有问题 追一谁就撸谁的 他追一孙权的话呢 就直接撸我跟孙权嘛 然后这个一换三 如果追一无国泰的话 就换这个无国泰跟流血的牌 流血的牌是刚天命的未知的啊 方能以弱胜强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集火无国泰 无国泰是两张牌 流血知道自己手里手牌的这个点数啊 这样的话 国泰就是要飞的节奏 张和这里面偷牌有问题啊 就是说灯爱现在是三写三牌 一个天都没有啊 你不需要帮我空城 对不对 你去偷灯爱 就偷灯爱的牌啊 一旦灯爱他藏一个什么呢 然后这里边就是 他把我杀偷了 我国泰就死了 咱们这里边就关心了 专业打主攻了 找杀就行 老诸葛呢 其实这个武将啊 就是一个回合内的这种 输出将算是 嘲讽不够啊 我们给他两张闪 让他自己去制衡吧 运气好来古丁刀了 直接杀一刀 就是说呢 那个老诸葛保证什么 保证回合内 你这个当反贼 回合内 你能打出一点伤害 也就可以了 或者是两点伤害 找个关键的铁锁呀 找九杀什么的 大师这里有闪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白板无过态啊 做什么 然后他在这里边 又开始说不演诗什么的 我想跟他说啊 这就是一个脑残啊 不会选将 对吧 那117这级级别在这了 咱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只能说吧 有一些脑残家族啊 就是这样的啊 自己选将坑爹啊 然后把我们的 可爱的不练师妹子 给坑跑了 嗯 然后这里边这个 我们的吴国泰同学 仍然认为他 吴国泰当中 OK可以有哈 那你在脑残家族 你内部当当吴国泰 有可能你能赢啊 但是这个 呃 我不是高手啊 但是你跟会玩的人一起玩 你凭什么赢 你吴国泰拿什么来赢 啊 我就想问问你 吴国泰你拿什么来赢 你当忠臣 你怎么赢 你这个江面 鲁苏留鞋 张和 这次有老诸葛 你凭什么赢啊 你连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啊 全场零叔叔的一个吴国泰 给主公录装备了吗 什么都没有啊 好 接着呢 来看一局 我的孙权主公主 是小的啊 呃 我们来看一看吧 就是说孙权主呢 有的时候你的忠臣 选的不那么给力 也许你还是可以赢的啊 哦 咱们看一下 呃 这里边就是说 场上适合当忠臣的人啊 貂蝉 群玉 杜哥 高顺 其他人都不太像 我们忙去八号位的浮丸 不要手软的啊 敢在这里选浮丸 吓死你的室内间也忙死他 对吧 主中的优势就有一个优势 先出牌 主公先出牌 再没有了啊 家仇 貂蝉这里边开万键 非常的像忠臣啊 非常像忠臣 对吧 浮丸貌似 闪被我轻了 嗯 然后这里边 这里边开个万键嘛 主公有八卦 啊 群玉这里边不敢跳 对吧 不敢跳身份 无懈可击 啊 我给浮丸反无懈啊 这里边浮丸再掉一些 嗯 我觉得呢 就是说 他这边我给他标反贼啊 因为 貂蝉开万键 非常的忠 如果你是忠臣的话 可以给我补牌啊 无脑给我补 对不对 嗯 补一张也是补啊 不然这些是白掉的啊 好 然后 貂蝉跳忠 二张也是跳忠了啊 选二张来当孙权的忠了啊 实在是 嗯 我就觉得比较脑残啊 这里边大家都盯上这个浮丸打了啊 使劲揍的 还有原主的忠会也很像忠 那样啊 虚语这里边 这个就浮丸了 就说你刚刚 嗯 他可能是怕貂蝉的离剑 对吧 那不敢跳 但是我认为他就是已经跳反了 因为貂蝉万键开得非常像忠臣 然后反贼的这个福万键被打到一血 忠会这里边也是跳忠臣 咱们给他标一个内奸 好 然后看一下老诸葛的关牌 应该是给高顺关个大典啊 身份是比较明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顺手牌啊 顺还是优先顺距离的好吧 乐不思蜀 铁锁连环 然后吴雪的孙权没有人乐 是吧 乐貂蝉 这是 你的任务是打主啊 你这个脸也连个孙权吗 你打二张貂蝉干什么呀 咱们就看看啊 谁能给二张扔牌 高顺能吗 多余的牌可以去拼点 服完貌似 也没有什么可扔牌的余地啊 杀 有条吃桃 然后有杀对孙权出杀 雷杀 然后这样貂蝉被空了一些 这里边就是说 我要 我想让貂蝉过乐啊 我们这里边给八点 因为这个貂蝉 他自己起手了 过了这么多张牌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颗桃子的 对吧 我们不能把无蟹给出去啊 然后再就说 给无蟹的话 让他给服完补这么多牌 不是很合适啊 服完马上就要动了 咱们就赌中的有桃子 不可能一个桃都没有的吗 闪电 好 然后我估计服完就要走了啊 杀他一刀先 还是没有闪啊 这剩什么呢 剩个九 这里我不要这个八卦了啊 然后现在大家都不打我 都在打掉蝉跟二张 估计服完待会就人头就是我的了 然后我们收了牌啊 然后大家看吧 这个时候就是说 主中方是打出来一个相对的优势啊 就这大脑残啊 你不给主公吗 你这个捡一马不给主公吗 对吧 应该优先顺辞用双骨剑给我吗 因为内奸可能就要跳了的啊 然后他还 就就就就就 他这回合 顺了顺了 综会执剑完事也不给我 就是你肯定是要先给主公了嘛 你在这做什么呢 给内奸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要杀貂蝉的话 你就拆他的手牌杀他嘛 拆他那个距离何苦呢 然后这里边啊 我跟大家说一个 关于高顺的这个方天几杀的问题啊 大家看吧 就是说高顺这里边拼的是二张 那么他针对的这个对象就是二张 他针对的对象呢 就是二张 他现在出杀是只能对二张一个人出的 但是由于他有方天 所以他可以三杀 带貂蝉一刀 然后他还可以破人王盾 这样的话貂蝉给高 貂蝉就也需要出杀的 二张掉血 玄遇给高顺补四张牌 然后现在呢 他不能发动方天特效 他就只能针对这个二张 一个人出杀了 这里边他这个五十距离吗 然后直接把人王路过来 再杀一刀 这个二张 这里边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 高顺这里边挂闪电了 然后又顺手了 然后他将来可能是要把人王盾挂上的 也就是说他将来只有一张牌了 那么你这个他隐含的意思是什么 对吧 他把这个闪电挂出来 隐含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还会再进行一次方天的三杀 那如果二张死掉 二张死了的话 他的方天三杀就没有目标了 就他不能连续对二张出杀 他这个方天效果就发动不了了 所以呢 就这个时候我是不会救二张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现在场上啊 诸葛亮凉血 玄域凉血 高顺是四雪神庄 然后呢 我们的中会大内奸是不是该跳了 对吧 应该进六人局了吧 我们三V三了 二张就是一个快死了的人啊 死了就死了吧 对吧 我不会救他的 我这个桃子要保貂蝉 让貂蝉给我拉了嘲讽 你建议一下这个高顺也好 还是诸葛也好 我们再打一打 最后我可能要面临这个打主内反 或者说是跟这个中会进行一个单挑的问题 我不会救二张的啊 这边我没有救 好 然后这个大菜币出现了 他居然去救二张 好 然后这里面就继续发动方天啊 因为你有目标 你有目标二张没有死 这个这刀可以不带寻遇的啊 因为二张这把就死了 对吧 貂蝉 估计没有桃再救他了 有桃他也会发觉的 刚刚就坑爹了 不会再救了的 所以你的这个捕来的杀 你是用不出去的 你这刀就不应该带寻遇啊 对啊 你这边有加一嘛 有人王的 我这边得起三以上去才能打到你啊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再带玄遇刀 让玄遇凉血过比较安全一些 此乃驱虎吞郎之计 然后逃走咱们救貂蝉啊 就是貂蝉啊 玩家很菜的啊 不应该救二张吗 一个是说那箭要跳 你保一个死人做什么呀 他不就是个白板吗 我哪有牌给他扔啊 我的血线这么高呢 咱们把无蝎骗出来啊 决斗玄遇 这有什么克无蝎的呀 你就把刀给我呗 真是的 好 然后咱们把玄遇收了 手牌还是挺好的啊 这里我是吃了一个 选择吃桃了啊 我们要吃桃了 还有气牌 没气牌 就是我是非常怕闪电的 赶紧把闪电拆了是关键啊 这里他掉线了 卡了就过了 小内这时候肯定是要收貂蝉的 他是选择想 把猪鬼亮和貂蝉一起带飞啊 我跟大家说哈 就是我是绝对不会救貂蝉的 对吧 咱们不要拉那件仇恨啊 这就是没进处内反了 不救貂蝉了 对吧 貂蝉没死 死了的话 这一刀可能他就去杀高顺了 也说不定了 我不救他 小内呢刚收了个人头 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可惜就是一拳对吧 中慧这个一拳比较尴尬 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 然后高顺这里边呢 他也是可能是断杀 随便拼一拼啊 意思一下 这里咱们 冰天然过 我这里边拿桃子啊 保命啊 怕劈 留着桃子 别被劈了 起码一旦被闪电劈了的话 还可以这个 把雪原撑起来啊 他这个狮子拆好寂寞呀 然后我这里边选择顺闪电了啊 这时候可能 就是说孙权优势不太大 毕竟进主内反呢 反贼 这个反贼赢的希望是特别小的啊 因为中慧 从来没人打过他 手里估计可能会爆 应该保守点估计吧 再让人受人头 可能是爆了两个桃子啊 应该至少一个桃子 一到两个桃子 甚至三个桃子 抱在手里的啊 所以就是反贼想秒掉 我是挺难的啊 这个时候其实内奸是最强的啊 嗯 孙权局呢 这个打的非常的多 内奸都知道怎么玩啊 到后期肯定是要压主攻的 那就是看反贼了 反贼这里边 如果是说 帮着一起压主攻的话 最后可能打的打着 就松内了 因为反贼赢的希望是比较小的 很难赢的 你就秒不掉孙权啊 一旦高盛这个 有手牌多起来了 血线多起来了 中慧可能就打打高盛了 不让高盛一轮把我带掉啊 过和拆桥 哎呀我们太怕寒冰了 就是孙权呢 进这种局是挺尴尬的 最好就是说 能带着忠诚再打一打啊 直接跟小内单挑 对孙权来说是比较好的 进主内反啊 这种耗下去 最后就是 真的就是孙权是 最吃亏的啊 我们拆就是只能拆他名的 雌雄双骨剑了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拆啊 手牌一堆 不知道拆什么 哎呀 这高盛的拼点 威慑也是很吓人的啊 好 然后他就把高盛收了 那这里边出过杀了 不来AK的话 或者是有AK没有捡 一马也是白搭啊 那这里虫子就跟大家说一下 孙权你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啊 不要打他 打他他又觉醒 我们就找状态啊 大制衡 找桃子 找房具 对吧 来了个加一马 还挺好的 冰上他 我们现在就是找状态 你什么时候回到五血神装了 五血五牌四个装备的时候 你再去打中会啊 打中会 或者说是孙权 单挑所有的人 就验尸形 卡距离 把他的距离撸过来 撸过来 然后留张闪 对吧 或者有个无蟹 那这个手就根据你的牌用来了 他就是白板 卡对方的距离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输出啊 这个手牌不易出 就不要输出啊 顺他的牌 争取录个闪 没有录到 扔牌过了 就中会他这种武将 抓一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难的 他就是白板嘛 裸摸两张牌 就算他觉醒了的话 他每回和四张牌 也是牺牲他的权的 咱们留一个加一马 然后准备一点什么 过拆顺手的 没事扫扫他 王春泉呢 一定要对自己单挑有自信啊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去单挑任何一个人 我们手牌不易出过拆 就先留着啊 不要去拆他 他一把牌有什么可拆的 让我出闪 咱们待会把他张八拆了 快点给大家放 好 离五血五牌神装不远了啊 咱们把张八拆了 然后过了就 好 中会他就两拳在这个地方 挺尴尬挺寂寞的啊 我们终取就是早点进神装 挂满装备啊 简衣啊 武器啊 什么的都挂起来比较好啊 然后中会现在才斗乐啊 有距离 虽然是有古丁刀有距离了 但是貌似他断杀了啊 先让你得意几天 杀 闪 然后呢 我给大家 看给大家放哪啊 后边的单挑就没有什么了 他肯定挑不过我的啊 就是说他觉醒了以后 可能会有爆发 好 就这里吧 他觉醒了 他自己火攻自己觉醒了啊 但是就是说 他觉醒了以后 依然是一个不动摆啊 孙权打中会呢 就是一拨带 这手牌一说了杀他一刀 其实可以不杀的 孙权打中会呢 就是一拨带啊 你这个找到自己的关键牌 比如说AK或者怪师傅九杀 连续两轮九杀 可能就直接把他带飞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阶于 近乎于这种 无血神装的这个状态啊 留好防御牌 然后跟他慢慢耗了啊 我给大家看看 最后带走他了吧 快点 从四十分钟开始放吧 再放十分钟啊 要不然太磨叽了啊 这是终会来AK了啊 我们这里边还是状态啊 找状态就好了 因为孙权帽 他这个过牌是在这里的啊 你这个就是找机会一拨带 就是打中会呢 就跟打佐茨 这个内是一个感觉的啊 无论佐茨有什么化身啊 就找射手过拆啊 或者是AOE这样牌 争取一拨把他带走啊 别跟他 就是别给他打成残血 然后那种状态 就一拨把他带走啊 我这里边是来寒冰了 寒冰的话 中卫还是比较怕的 过河拆桥 先让你得意几天 容我三思 嗯 这里 这个桃子可以制衡了呢 因为吃不掉吗 本回合 中卫是没坛了 居然不杀 先让你得意几天 容我三思 顺手牵羊 九 哦 我们九杀他啊 就是其实他那个 这个制衡的牌 如果没有桃酒的话啊 斧头九杀两轮 也就贵了啊 哎 又来寒冰了呀 这局我们当时打了很久啊 就最后单挑就半个小时 不杀他了 不跟他拼八卦 等下回合 咱们找个过拆什么的 再说啊 其实就是说 孙权吧 最后一波带飞他 还是靠AK啊 还是靠AK带他的这个 概率大一些 制衡的牌 还是很随机的 容我三思 杀 大家可能玩孙权的 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人打得比较奔放 有的人打得比较保守 就是说你打单挑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牌来 对吧 该奔放的时候就奔放啊 就是比如说 一旦吃VK的的话 那就一定要争取 这回合 把他给秒掉啊 这边正好把账八 八卦都拆了 他就又白板了 我们这里就是 无学五牌神装 下回合拥有 这么多牌制衡啊 来AK了 来AK的话 看看啊 够不够 够了 然后把他冰上 我当时选择开万箭了 把万箭开了 留个无蟹嘛 保证他冰凉冰重 就别被无蟹了 然后这就死了 他还留个顺手牵羊呢 孙权呢 就是尽量别打那种寂寞的主内反 因为大家肯定都会优先限制你呢 谁都知道孙权到后期特别强啊 就尽快尽单挑 无论如何要忽悠小内尽快尽单挑啊 这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呢 反贼这个老诸葛发会议的太一般了 他初期没有打主啊 然后我这两个忠臣啊 二章跟这个雕传也非常坑的啊 反正就是说你这种主攻嘛 你能打后期 如果你是个曹丕啊 曹丕主吧 他特别的容易输给内奸 就是曹丕这个局呢 特别容易输给两个内 一个是中会内 再一个就是这个邓爱内啊 特别容易输给他俩 曹丕单挑能力真的太差啊 防速推能力其实怎么说呢 一般的博士说不能推的 我看看 再看一盘 这好像三十多分钟了啊 我给大家从半道放 这盘 这盘也很长 录像怎么都是二十多分钟 将半个小时录像呢 这盘啊 就是跟大家介绍的情况啊 这是四个反贼 然后貂蝉是一个名内 这里边 泰尔斯跟鲁肃 已经被揍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里边 波炼师是刚刚对 巡遇跟流血发动暗血 流血是录了一张名的 二点的红桃闪 就是这里边呢 起了距离了 当然是尽量秒主啊 有简易码 肯定是要秒主的杀群玉波 是这时候补牌的 我们这里边 乐上流血 然后九杀啊 看看 真是能把泰尔斯收了 他有两个桃子就 波炼师是没闪 抱的是没闪的啊 这样的话呢 其实反贼就类似一个 要崩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然后这菜皮主公 让我去驱火 给他补牌 你说我驱谁啊 哪有死血的 然后这里边啊 咱们看一下啊 叼闪这里边开A 那开A的话 其实是想抢泰尔斯的人头 去拆了一下 布炼师的桃啊 他觉得可能布炼师没有闪 有桃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下 我们这里边 给视频补牌 补牌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点走钢丝的感觉啊 他这里边 他这里边 其实可以考虑就是 杀鲁素啊 现在就属于平压血线吧 就算是 大师运气好啊 来了一个固定刀 怎么说呢 孙权一血 杀鲁素也是比较难 让鲁素再拉一圈嘲讽 也是挺好的啊 主要没有想到他 这个裸膜距离了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 留些桃子是去救布炼师了 刚刚录的那个赵云的桃啊 就说孙权特别菜啊 旁观的观众说呀 他应该吃桃子 他手里边是有个桃子的啊 你这样的话 要裸奔的啊 先别管我寻有什么 对吧 观众就说了 你吃个桃子再赌吗 再开万件 大师是有酒 就没有死掉啊 顺手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孙权的气排 咱们看一下啊 孙权的气排是 气掉两张手牌 一个是六点的杀 一个是朱雀雨扇 A点的朱雀雨扇 那么咱们就估计一下啊 旁观的观众说 他有桃子 那他手里边是一个桃子 剩下两张牌的点数 应该都是小于六点的 对吧 他已经把六点的杀 扔给我了 就是说你手牌 肯定是要小于六点的 因为这里边呢 就是我这回合 还能打出一点伤害 就是说我一个屈虎打伤害啊 这里边 因为我只能顺到他 我就顺流鞋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貂蝉呢 从来没有人杀过貂蝉 他应该是有闪的 对吧 他是一个名内 还有就是说 他还可能会存一个桃子 给医血的主供 因为毕竟他开AO 瘦了一个人头 主供这个血线 被压的比较残 这里呢 我们对我们主中方威胁的 其实这里打到这里 就是一个内奸局 或者是主中局啊 因为鲁肃跟血域 都是怕离间的 都被貂蝉 玩弄于鼓掌之中的 所以我这里选择是 去优先这个打流鞋 对吧 我一个火攻 试一试流鞋 然后呢 一杀 他就是天命随机的牌嘛 然后如果火攻 给他打掉血了的话呢 我杀他的话 这个孙权还跟着天命啊 然后这边距离 是在这里的 在一区虎 打掉三血 可能流鞋就死了 把人头给孙权啊 这里边 咱们不要去惹小内啊 可能有的人 你就说 这时候你先去空内吧 我是不这么选啊 我们还是先打打流鞋 看一看 因为这边 我还有个桃子啊 我可以凉血过的 然后他这里边 扔了一个四点的冰龙村段 对吧 我就不懂啊 为什么他要把那个 六点的杀给扔 扔了呢 扔八点的杀多好啊 然后这里边 他给了我个七点的牌啊 这边就 其实给鲁素补也可以啊 给鲁素补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 你特别菜啊 你为什么要 天命要扔小点呢 对不对 你给我玄遇的 你扔了一个A点的扇子 然后扔了个A点的扇子 扔了一个六点的杀 你给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有比六点小的 然后呢 你还这个 最后你还 你手里边留的 居然还是个 八点的杀 天命的时候 大家看他扔牌啊 一个四点的冰凉 一个八点的杀 很菜的啊 这里就是说 貂蝉这轮是断杀的啊 如果不断杀 能打出双输出的话 就好了 带飞一个人 优先带鲁素啊 肯定是优先带鲁素飞 这样把刀撸走呢 下回合驱虎就比较难一些了 就是你让流血缓一轮 人家有狮子了 可能就比较难打死啊 然后这个玩家吧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下来的啊 我们这置顶房 都是150家的人啊 不知道他怎么下来的 就是 级别低就低啊 素质差就没得说了啊 就是脑残家族啊 二区有名的脑残家族啊 唐人街家族啊 嗯 然后咱们看一下吧 这里边就是说 貂蝉是选择去救一下流血啊 不救流血他也就死了 嗯 其实这时候就是 那件事比较有优势的啊 但刚刚被方天又杀下去写 员他太寂寞了 没有杀 没有杀 没有杀就就就拼吧 哎呦 就这个时候补牌 都不知道给谁补 补四张吧 补生权啊 永不背弃 就看一看这个貂蝉能不能 能不能把这个卢素带走了 秀才啊 留一张杀 这里我是貂蝉 我就带卢素飞啊 九杀卢素嘛 你这里边有九杀卢素的 九杀卢素 然后碧月拿点防御牌 顺权如果不能裸摸距离的话 你是不是还能活这一轮呢 你这样你留 你留这个卢素的话 嗯 他路空你一杀就就飞了啊 九杀 黄汉国座 千年不息 容我三思 过河拆桥 争取把AK拆了啊 他为什么不拆AK呢 拆的是手牌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时候嘛 嗯 就是有鲁素啊 鲁素只要给顺权留个头当救援 也就还好啊 能挺一挺 黄汉国座 千年不息 且慢 而且这种就是说 嗯 可以考虑不出杀啊 都先制衡嘛 赶紧找找状态什么的啊 这乃大汉皇帝 然后这里面流血就死了啊 嗯 然后咱们就看一看啊 这个 嗯 怎么说呢 二区啊 我们二区吧 有挺多家族 比较有名的 嗯 这个有名怎么看呢 就看看 比较大工会啊 人数比较多的 地盟啊 什么的 乱世什么的 这个唐人街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家族啊 有个唐人街家族的人 加过我的好友 嗯 然后我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家族存在了 嗯 再就是说 有一个唐人街家族的人 在妖孽的黑名单里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家族存在了 那我们二区 不说第一脑残吧 反正是一个大脑残的家族啊 素质极其差 每天做的事情 据说他们有一半的人 是什么 国外的高 高富帅啊 白富美的留学生啊 什么的啊 在国外的 所以呢 美 这个 很牛逼的啊 这个 大家就看看吧 我不知道 1241怎么进来的啊 房主 房主傻逼了 谁是房主啊 把房主飞了 哈哈 然后呢 就咱们就看一看啊 就孙权局啊 大家就是 有这么一个意识啊 去推主攻 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 嗯 嘲讽忠神像鲁肃这种忠神 有距离就打啊 没有距离的话 也就只能留给内奸自己去控了 嗯 好了 然后这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大家其实看一看啊 主宗凭什么赢 对不对 我的主攻凭什么赢 因为我的忠神给力 说错 呃 因为我的忠神至少有一个是不坑爹的 或者是选将是给力的啊 这个主攻凭什么赢 因为他两个忠神都非常的给力 对吧 鲁肃选于双补牌的 呃 鲁肃能拉到足够的嘲讽 寻育呢 相对差啊 因为寻育有的时候不能给孙权拉到嘲讽 我就不打你啊 你就是个三雪白板 找不到人去虎 这个刚开始我是凉血的啊 然后后来那个流血坑爹放了桃源 把我回到三雪了 就是再找不到人去虎了 嗯 就是说这个 嗯 大家就考虑一下啊 你的选将 因为你分析一下孙权凭什么赢 都得是带着这种神钟赢的 没有神钟 你孙权就是一轮被推的命 没牌 没有牌没有救援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就是选什么吴国泰当中的那种啊 这种脑残家族的 咱们就忽视他吧 嗯 这个远离他们好了 好 然后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嗯 好 我们就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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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